每年的3月 华山基金會都會舉辦弱勢長者 春季旅遊的活動 而今年地點懸在風景美麗的日月潭 在志工的帶領下 安排行動不便的長者坐嵐車賞櫻花 相當有意義 我們华山基金會今天很高興 能夠帶大概8台遊覽車300多位的長輩 從我們南投各鄉鎮接過來 到我們日月潭來坐嵐車 這是华山基金會第一次 跟我們九族文化村這邊配合 招待我們比較優惠的一個價格 可以讓長輩第一次坐嵐車 因為之前都是去遊湖 那有長輩反映就是說 從來也還沒有坐過嵐車 所以今天能夠在這邊 大家都非常高興 那也很感謝各界 對我們華山基金會的支持 讓我們可以讓長輩到這邊來旅遊 讓他們促進他們的一些參與 讓他們感受到我們社會的溫暖 來參加的長輩指出 來到這邊春遊相當有意義 不但風景相當美麗 也感謝華山基金會 對於他們的關心以及照顧 喔 很高興 心情很開朗 就這樣看著經濟又好 還有幫我帶我們來剃圖 要跟我們很感謝 對我們這些老伙 很照顧 現議員石慶龍 肯定華山基金會 對於長輩的關心 招待長輩來日月談春遊 令人相當感動 我們華山基金會 今天特別邀請招待我們中區的這個 獨居老人跟這個行動不變的長輩 一起來做這個日月談的春遊 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們感覺非常的高興 而且非常的歡迎 我想是非常的必要 而且非常讓人家感動 在華山基金會的帶領下 長輩搭乘纜車沿途欣賞 日月談的風光 下纜車後 臉上都會看見長輩們的笑容 10億元肯定華山基金會的用心 也期盼為能夠繼續舉辦 造福長輩 記者邱平易 於此採訪報導